再来看到就读台中市武器国中的陈亚轩 身高只有151公分 但是呢他拿起了230公分长的标枪 在全中运夺冠 而且他只练了一年 出世提升就有亮眼的表现 陈亚轩还希望未来能够在奥运场上为台湾争光 镜头中这位小女生比手中的标枪矮了近80公分 小小的个子却靠着直标枪让台湾体谈经验 第一次参加全国中等学校田径锦标赛标枪项目 就获得第一名的金牌 台中市武器国中陈亚轩今年刚升上国中二年级 练习标枪技巧只有一年时间 参加第一场标枪赛事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就马上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但训练过程却因为环境因素相当辛苦 武器风很大 所以在田径的选手在练习上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最辛苦的就是说在比赛的经费上面 还有是不是有人我们有企业愿意来赞助 仅仅国中二年级的陈亚轩因为标枪项目表现优异 目前已经有不少高中体育班向众想要挖脚他 但他更希望能将标枪射向奥运比赛为国家争取最大荣耀 联合报前赵伟台中报道